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我是他吗 他是我生的我养的 这个主我还做不了 接上集 孔力雪来找童话 你爸妈不要你了知道吗 不要我 你求我 我就告诉你 童话神色不变 平静得很 你真的不想知道 孔力雪忍不住问了出来 我家的事我都不知道 你能知道 孔力雪咬唇 童话可能是故意击他 你爸妈准备把你过季出去 童话眼神变得凌冽 前世他可没有遇到什么过季的事 你知道他们把你过季给谁吗 你也不用太担心 你妈只是把你过季给你舅舅 过季给我舅舅 你舅舅要过季一个儿子 但你妈舍不得 就把你过季出去了 孔力雪以为童话会伤心 会哭 甚至马上会打电话回去质问父母 童话早就不在乎王芳和童大来 他现在很冷静 只是有些意外 王归人要过季童家孩子的事 童话前世就清楚 但前世也不知什么原因 过季的事一直都没成 算时间 旧妈是正月份脑溢血死亡的 旧妈对童家几个孩子一视同仁 甚至偏心他 旧妈连童春树都没有抱过 只抱过他 童话并不希望旧妈出事 可他不知道旧妈会不会把他这个 不怎么熟悉的万生女的话当真 孔力雪离开童话家里的时候 心里是不痛快的 因为他没有看到童话崩溃 也没有看到童话生气 他父母把他过季出去 都不要他了 他为什么不生气 童话不生气 孔力雪就生气 他就是见不得童话过得好 回到知青点 孔力雪也是垮着脸的 好像谁欠了他几百块钱似的 像树 童春树醋眉 不高兴地看着他 你喊我什么 孔力雪无语 四哥 童春树这才买 四哥 你妈妈是不是经常在家里说 说我妈一些不好的话 童春树有些错愕 错愕之后就尴尬起来 他妈确实没少在家里骂过 孔力雪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难道童话说的是真的 王一是在骗他 我妈就是嘴不饶人 其实心还是好的 我妈之前和童话闹的几个月 不打一个电话 现在还不是忍不住给童话挥了钱 还让我去找童话一起过年 让我多照顾照顾他这个结界 童春树的意思是用这件事 来表达他妈是刀子嘴豆腐心 孔力雪脸色却控制不住的发白 他不敢相信对他那么好的王一 居然真的在背后这么羞辱他和他妈 童春树说完才注意到了孔力雪的表情 孔力雪争獰扭曲的脸 吓得童春树身体机灵一下子绷直了 孔力雪反应了过来 将身体内的愤怒和痛苦强迫性的压了下去 我没事 如此扭曲和阴霾的笑容 让童春树有些不适应 你没事吧 孔力雪又笑了 笑得比刚刚还恐怖 我没事 哈哈哈哈 我能有什么事 童春树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又觉得他有些可怕 难道是因为他妈说他妈的坏话 所以雪儿的反应才这么巨大 雪儿还真是孝顺 不经约一阵无语 这两个人 他真想离远一点 远在京都的童春井 去火车站接从部队回来的童春雷 兄弟俩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 童春雷 大哥 我在这儿 童春雷看到了淹没在人群里的童春井 大步走了过去 两兄弟双拳相机 抱在了一起 回到家 王芳和童大来早早的站在门口 等着他们两兄弟回来 童春雷春节能回来 绝对是童家最大的喜事 瘦了 瘦了许多 外面冷 快进屋 童春雷说了一些部队的事 还把自己升了排长的事说了 童大来更高兴了 你在部队好好干 家里的事你都别操心 说起家里的事 童春雷当然是要问童话和顾金月的事 还有小树下乡的事 王芳脸色拉了下来 把事情添油加醋的说了 在他口中 童话是个蠢货 顾家欺人太甚 童大来倒霉受了牵连 副厂长没干不上去 现在还在厂里受排挤 童春雷情绪比让他们稳定多了 家里被偷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怪童话 要是他能看好家 怎么会被贼偷的这么干净 王芳一如既往的坚决的 把错怪在童话身上 童春雷觉得不太对劲 但他妈说的真假难辨 等他有时间 还是去一趟派出所问问情况 如果只是钱财这些东西 流通起来容易 不好查 但家具这些东西都搬走 这些东西在外面可不好流通 童春雷一听就听了一下午 听到孔蜜雪下相当之轻 还和顾金月结婚时 脸色终于变了 他和顾金月结婚 王芳怕他误会雪儿 连忙解释 这事也怪不了雪儿 他们是被小人举报了 若是不结婚 他们两个都得去农场改造 童春雷沉默了下来 并不是随随便变一个举报 就能轻易让人去农场改造 否则举报信满天飞 农场也会人满为患 还有一件事 王芳把童话要过季的事 告诉童春雷 都是你那个舅妈做的好事 他只管自己痛快过日子 哪管你舅舅是不是段子绝孙 王芳没没想到涂雅力 这牙都要咬碎了 舅舅要在他家过季一个孩子的事 童春雷还是有些印象的 他一直以为就算过季 过季的也会是老四 没想到舅妈选择了童话 跟童话商量过了吗 他同意吗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我是他吗 他是我生的我养的 这个猪我还做不老 他年纪也不小了 好赖总会分吧 他是去亲舅舅家 亲舅舅难道还会亏待他不成 童春雷觉得这么做不太妥当 起码问童话自己同意不同 第二天童春雷从童春景手里 拿到了红牛大队的电话 在他打算打电话去乡下的时候 童话接到了图雅力的电话 听到舅妈的声音 童话还有些不敢相信 换换 我是你舅妈图雅力 图雅力现在是在他自己的房子里 除了和王归人的家 图雅力自己悄悄在外面买了一个房子 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会自己单独待一待 舅妈 你妈有跟你说过记的事吗 她没有告诉我 但孔蜜雪跟我说了 图雅力对这个名字不陌生 王芳不止一次在他面前提过孔蜜雪 不管是谁说的 现在童话都知道了过记的事 你愿意过记吗 童话沉了下来 两久后才问道 舅妈 你过记我 是因为我的身上流着舅舅的血吗 以前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现在不是 我希望你当我的女儿 童话握紧了话筒 前世并没有这个电话 他也没听过舅妈说 希望他当他的女 我们问问为什么吗 我应该会和你舅舅离婚 到时候你跟着我 图雅力没有隐瞒他 你要和舅舅离婚 他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吗 前世他跟着同家的人 去参加葬礼的时候 王归人憔悴销受了许多 为此王芳在家里 把图雅力一个已经去世的人 骂得狗血淋头 图雅力也跟他直说了 想要过记他的人 是他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舅妈 而不是他舅舅 其他是跟你一个小孩子没有关系 你若愿意就同意过记 你若不愿意就不要过记了 他需要的是个儿子 我愿意 这次童话没有犹豫就直接答应 但舅舅会不会不愿意我跟着你 童话毕竟和图雅力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图雅力打这个电话之前 心里只有三成的把握 童话会答应他 是因为童话写给他的那封信 厚厚的五张纸 图雅力看了不下语五遍 图雅力本人是没想到 小童话会那么喜欢他 也没想到小童话在那次过年之后 每一年都在盼望着他去童家 这个我有办法 刚刚童话问他为什么 他没有直接回答 实际上还有有一半的原因 是因为他需要用过记童话 来转移王归人的视线 让王归人相信他没有把王芳的话当真 否则也不会在过记王芳的 童话挂电话的时候 心脏激动的都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 他猜测图雅力过记 他应该是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所以两人一拍即合 除夕夜这天 程小宇邀请童话去他家过年 春节一家团圆的日子 童话不愿意去打扰 成母也来了一次 让童话和他们一家一起过年 童话还是拒绝了 他心里想去和顾思过年 也只是想想 天黑下来后 家家户户都在炕上吃年夜饭 吃饺子 偶尔听到成家的笑闹声 童话屋里安静的像没人一样 现在不到五点 天早就黑了 童话坐在炕上发了一会呆 门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童话急忙跑去开门 小宇 你 他以为的是小宇又来送什么东西 却没想到看到了快成雪人的顾思 接上集 顾思快被埋成了雪人 除夕快乐 童话心头跳得厉害 除夕快乐 借屋说 童话见他没有进来的意思 将人拽进来了 笑什么 童话洋洋眉毛 那样津津的眼里 绽放着温柔的喜悦的光彩 我今天很高兴很开心 我就是想笑了 你呢 你今天怎么会来 本来我应该去知青点的 他跟顾晶月联系过 今天有可能会去知青点 跟他一起过年 他是顾晶月的长辈 又是单身 你可能不会去知青点过年 就先过来看看你 那我是不是结了顾晶月的胡 童话将他最喜欢的红烧肉 推到他跟前 吃人的嘴软 男人的手短 吃了我的东西 你就得留下陪我过年 两人吃年夜饭的时候 知青点里顾晶月他们还在等顾思 童春树已经等不及了 顾晶月 你小叔今天真的会来吗 你是不是听错了 我不会听错的 可是天已经黑了 外面还在吓着大雪 咱吃吧 别的屋里早就开始吃了 孔立雪也有些担心 万一他们吃的时候顾思又来了呢 又等了一会顾晶月自己也饿得前胸贴后背 我小叔应该是不来了 我们吃吧 孔立雪也打起了精神 这还是他第一次和顾晶月一起过年 童春树迫不及待地抢了一个鸡头 下意识要给孔立雪 看到顾晶月也加了一块鸡肉 自己吃 早已饿得口水泛滥的童春树 快速地放进了自己的嘴里 孔立雪以为童春树是给他加的鸡头 顾晶月也以为是 没想到童老四是这样清新脱俗不一样的烟火 四哥 以前你总是在饭桌上抢鸡腿给我吃 童春树的鸡腿已经吃了一半了 你要吗 谁要吃你吃过的鸡腿了 我是说你没有以前对我好了 童春树心想 但是他对他却是比以前好 这说明童话的建议是对的 也说明他学顾晶月迷倒雪儿的决定 也是正确的 过年了 隔步兴吵架 不然来年我们得吵一年 童春树岔开了话题 他可真是一个机灵鬼 孔立雪真是气死 今天又不是大年初一 不过想到童话今天独自一个人过年 孔立雪终于把心头的火压了下去 童话吃的肯定没我们这么好 要不要给他留点 成队长家里沙娥了 吃的可不差 他去找童话的时候 童话还说等一下要去成队长家 所以他顺便去了成家的厨房看了几眼 寻思着可能他们是要一起过年 丽雪心里冷笑 他们两个蠢蛋还真的相信童话在成家过年 以他对童话的了解 以童话的性格 他根本就不可能在成队长家过年 吃饭后 顾思还没有来 是不是被他朋友叫回去一起过年了 不经略脸色顿时有些不好 他小叔的朋友 那不就是谢宋年 桌上碗筷一堆 但谁都不想动 不想去洗 四哥 你把桌子收拾一下吧 童春树吃饱喝足了 不想动 装作没有听到 孔立雪眼底恼怒 他白喊了不成 四哥 今天是除夕 你就帮我一次吗 三个人吃的饭 凭什么让他一个人洗碗做饭 童春树没办法 他还是真不忍心 雪儿一个人收拾这些东西 你先把碗筷放到锅里 我去洗 我去外面放个水 孔立雪文言也不敢不照做 现在的童老四翻脸不认人 狗得要命 童春树放完水回来 冻得直抽气 回了屋里才好过一些 锅里一大堆的碗筷 等着童春树去收拾 笑 帮我把火烧起来 等好不容易把火烧起来 笑 水都热乎了 你洗吧 孔立雪一阵无语 童老四 我认 孔立雪呆立在哪儿 动也不动 眼眶都红了 顾金月虽然对孔立雪印象不好 看在童话和童春景的面子上 他对童老四的行为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今天好歹是除夕 童老四的行为也确实是过分了 老四 你去洗 孔立雪眼里一亮 顾金月帮他说话了 童春树心里一击灵 顾金月改路树了 这样一来 岂不是他在雪儿面前当坏人 顾金月却去当了好人 好阴险 当然是我去洗 我刚刚只是跟雪儿开玩笑 童老四一说就听 让顾金月心里还颇为安慰 虽然苟了一点 但还算听他的话 孔立雪不相信童老四的话 嘴上还是得说点好听的 献献四哥 我是你四哥 哪能对你不好 那你岂不是白喊我四哥了 孔立雪忍住想打他的想法 笑得有些勉强 红牛大对的另一边 童话和顾思也吃完了年夜饭 顾思就准备要走了 看到满桌子吃时 再看童话眼里的喜悦和信赖 拒绝的话在舌尖打了一个转 没说出来 你吃吃看 这南瓜子是我自己炒的 红薯干也是我自己做的 麻花是成大妈给的 小姑娘像献宝师的一样一样 给他介绍着 时间再晚的话 外面会更冷 童话不得不放他走 都拿着 童话让他背好包 包里面都是瓜子针 饺子面条这些东西 最后还端了一个铝制锅出来 里面是炖好的一整只鸡 大年初一的时候 早上可以喝鸡汤吃面条 顾思这个时候 若再看不出来小姑娘对他的心思 就白活了这三十年 顾思前脚走 童话后脚也出门了 童话准备了一些东西 送到了驴棚的门 童话离开没一会 宋淑义就开了门 门口放了两麻袋东西 一麻袋食物 一麻袋木炭 都是他们现在急需的东西 宋淑义觉得过意不去 他打听到的消息 童话自己的日子 也不是那么好过 那个顾社长 是童话前未婚夫的叔叔 但顾社长的侄子 已经结婚了 他还会关照童话吗 苏全眼里带着几分思量 据他这些天的观察 这位童之亲 应该和暗地里 找他的那些人没有关系 而且他的目的 应该在宋淑义身上 苏全打算找个机会 事上一事 童话不知自己做个好事 还被人惦记上了 大年初一 顾今月一早 拖着童春树 就来找童话了 他希望是第一个 给童话拜新年的人 童话开门看到他们俩 恨不得说一声 童话新年好 大年初一 童话不想吵架 平平地说了一句 新年好 童春树伸出手来 妈说他给你钱了 鸭子以前让我问你要 童话一阵无语 今天他不想跟傻子争辩 容易让人分不清 谁才是傻 他回到屋里 取了一分钱 给了童春树 童春树恼羞成怒 一分钱 顾今月忙拉住他 大年初一 他还跑来吵架 我回头补给你 童春树还是有些火大 童话给他一分钱 是打发要饭的吗 过两天 我们打算去县里看电影 名字叫买华的姑娘 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天气太老 我不喜欢出门 顾今月神色失望地看着他 如果是谢宋年 请你看电影 你会去吗 童话也不会去 但他不会告诉顾今月 只淡淡地看着他 顾今月有些恼怒 这次是童春树拉着他走了 顾今月 你还有老婆呢 你这么纠缠童话干什么 顾今月冷冷地看着他 你也知道孔蜜雪是我老婆 童春树噎了噎 好吧 他们都是一路货色 就别乌鸦笑猪黑 彼此彼此 上集 童春树给童话拜扰 你真的不喜欢雪儿了 顾今月冷哼一声 我就从未喜欢过 以前你对雪儿 可比对童话好多了 他就不一样了 他从小到大 因为他是童话的朋友 又有心急 家庭情况也不好 我才多照顾他一些 现在你把人家照顾成你老婆了 心满意足了吗 你听不懂人话吗 我和孔蜜雪没有任何关系 童话不相信他 其他人也不相信他 童春树冷冷地看着他 你问问认识你的任何人 孔蜜雪是你什么人 他们都会告诉你 孔蜜雪是你老婆 顾今月恼羞成怒 你 童春树又换了一副嘴脸 你刚刚还说给我补压岁钱的 顾今月都想给他一脚了 还给他压岁钱 正月这些天 亲戚近的人家都要走走亲戚 谢母早就给谢宋年 准备了拜年的东西 不是走亲戚拜年 而是让谢宋年去给童话拜年 顺便约人家小姑娘 去县礼饭店吃吃饭 看看电影 谢婉玉这次没有奚落他哥 也没有讽刺童话 他哥去约童话 而他也要去找顾思呢 哥 你等我一下 我跟你一起 谢婉玉还有最后几口面条 没有吃完 急得直叫 等谢婉玉吃完跑出去 谢宋年和车早就不见踪影了 混蛋 有意性没人性 此时一辆车开了过来 车上下来的人是伤识渊 婉玉 你要去呢 谢婉玉一看是他 顿时惊喜 送我去龙平公社 伤识渊一听就知道 谢婉玉要去找顾思 去找你那位顾社长 到了龙平公社 谢婉玉又拉着伤识渊 去给顾思选择买东西 你应该去县里买 这儿能有什么好东西 谢婉玉还是有些了解顾思的 县里也差不多都是这些 何况他也不在乎这些东西 两人买好东西从供销社出来 谢婉玉冻得一哆嗦 你说他看到我这么冷的天气下 还去看他 他会不会感动 伤识渊觉得顾思这个人外热内冷 谢婉玉要捂热他 可不容易 只要他不是铁石心肠 应该会感动的 他一个大男人 肯定做不好饭 过年公社食堂也没开 我去给他做饭吃 他肯定能看到我的好 你之前提过的那位女之亲和 他关系怎么样了 谢婉玉神色有些僵硬 他该怎么告诉伤识渊 他哥现在正在追童话 若是伤识渊知道他哥喜欢童话 伤姐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什么事 跟我还讲究什么 谢婉玉担心的看着他 我哥最近正在追求一个女同志 伤识渊有些惊讶 又有些生气的情绪 没有出乎谢婉玉的预料 不过伤姐你放心 我是永远支持你的 那个姓童的女之亲 哪里比得上你 又哪里比得上我 我们俩随便哪一个都把他比到尘埃里去了 我看他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修了道的狐狸精 手段了得 他不但迷惑过顾思的侄子 惹得他侄子结婚了都还对他念念不忘 就连顾思对他另眼相看 为了他还对我那般不客气 现在他又迷得我哥神魂颠倒非他不可 我妈拿他都没办法 伤识渊脸色不太好 你上次说的你哥可能看上一个女同志 说的就是他 谢婉玉点了点头 你和我一起去找这位同志亲谈一谈 我上次去找童话 我哥就教训过我了 我这次要实在去找童话 他肯定会更生气 再说好不容易顾思有时间 我想多陪陪他 你也别现在去找童话 我哥应该去找他了 谢婉玉离开前又给伤识渊提了一个醒 提醒伤识渊别这个时候撞到枪口上去 谢宋年现在这个时间确实已经到了红牛大队 他没有直接去找童话 而是去了程队长家里 家里只剩下陈卫国和程晓宇两个人 谢宋年邀请他们和童话一起去看电影 程卫国自己也是部队出身 对于谢宋年 他还是认识的 部队里有关谢宋年的传说很多很多 程卫国直接答应了 程晓宇一阵无语 怎么办 他可是占顾社长的 怎么童姐会跟谢营长去看电影 难道童姐没有看上顾社长 看上的是谢营长 谢宋年离开后才去找童话 今天天气不是很冷 我已经约好程家兄妹去看电影 你也一起去吧 童话错愕地看着他 你约了程家兄妹 谢宋年点头 人多一起看电影还热闹一点 事情到了这一步 童话也没矫情 和他们一起去了县里 提前一个半个小时去县里的顾金月姐 目前还在公交车上 正月份走亲戚的人多 公交车里不但人满满当当 东西也满满当当 顾金月三人只有一个人有座位 孔蜜雪站的东倒西歪 人就有些受不住 金月 我有些累了 坐你腿上坐一会吧 顾金月有些晕车 车上又闷得慌 人就更不舒服了 顾金月还没来得及反应 童春树就一屁股坐顾金月腿上 孔蜜雪一阵无语 我和顾金月一样有些头晕想土 我坐着休息会 他能让雪儿坐顾金月的腿上 必然是不能 不远处一个大娘小声说道 一看就知道他们不是本地人 肯定是外地来的知青 这身子骨 坐个车还头晕 一点福气不会响 几人一路撑到县城 顾金月买了三张电影票 孔蜜雪买了三瓶汽水 包里还带了不少瓜子和花生 童春树带了一张嘴 没想到这大冷天 跑出来看电影的人还没少 可惜童话没有和我们一起过来看电影 听说今天这电影很好看 别管他了 是他自己不来 又不是我们不带他来一起看电影 孔蜜雪叹气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原谅我们 要是还能回到过去 像以前那样多好 顾金月不耐烦道 你要是不愿意看电影就回去 谁说不愿意看了 在京都的时候 他没少和他一起看电影 那时候童话没时间也没来 但他只会抱怨童话 从来不会用这个态度对他 几人进去的时候 昏暗的电影院里差不多都坐满了 顾金月找到了位置 带着他们坐了过去 孔蜜雪经常和顾金月去看电影 知道他看电影的时候喜欢喝汽水 吃瓜子 每一次他都安排得妥妥的 这不禁让顾金月想到了过去 想到了孔蜜雪是被童话故意推给他的 想到了孔蜜雪早就开始惦记他 顿时顾金月的火气又上来了 一个用力抓破了报纸 报纸里包的瓜子全都撒了出来 撒到了顾金月旁边的人身上 对不起 我 顾金月道歉到了一半 就和邻居对上眼了 这不是谢宋年吗 你怎么在这儿 谢宋年也没想到会这要求 碰到了顾思的侄子 怎么了 坐在谢宋年旁边的童话 听到这边有争执问了一声 这一问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顾金月听到了童话的声音 突然惊跳 他不敢置信地看过去 坐在谢宋年旁边的女同志不是童话 还能是谁 这一颗心脏开始尖锐的疼 整个心脏都在流血 前面的 你怎么会是 点音快开始 你斩起来赶上 后面座位上的人不高兴地提醒顾金月 孔立雪拉着顾金月坐下 这才发现了一旁的谢宋年和童话 竟然也在电影院里看电影 顾金月浓黑的眉毛凶恶的拧在一块 眼睛直直地瞪着谢宋年 他三十岁了 都还没娶上媳妇 老光棍一跳 接上级 电影院偶遇 你怎么在这儿 你在闹什么 顾金月眼底神色越发阴雾 他带着童话一起来看电影 还问他在闹什么 现在这么多人 闹出来都难看 圣路中的顾金月眼里只有童话和谢宋年 但孔蜜雪不一样 他很快就发现了童话身边是程小雨 再远一点 孔蜜雪就看不清楚了 金月 谢同志不是和童话单独出来看电影的 顾金月愣了一下 这才把注意力分到了童话旁边的程小雨 涌到嗓子眼的委屈 下去了一半 他就知道童话不会这么对他 我们换个位置 谢宋年不待见他 直接按着他的脑袋 把他按回去了 顾金月恼羞成怒 我和他的关系你清楚 我给你换个位置 你今天出门是吃错药了 还是没吃药 你忘了 你们一分钱关系都没有了 他在意地收回了目光 假结婚又如何 他现在敢说出来吗 若是你敢在电影院里呢 我就打婚你 再罢光你的衣服扔到电影院外面 顾金月气得眼前一阵阵地发黑 这个无耻小 电影放完了 谢宋年在电影院外 打算请他们几个去吃饭 十二点了 我请你们去吃饭吧 童话这次先一步拒绝 家里吃的都是现成的 在外面吃太浪费了 成家兄妹自然也是这里 今天碰到了顾金月 也确实不是一块吃饭的好时机 我送你们回去 童话 童话身影一顿 我有话说 你和他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是看到的吗 顾金月脑子乱哄哄的 无法思考 但他还是抓到了重要的意 你不是单独和他来看电影的 这说明你不满意他 我和他目前关系还不熟悉 自然不会单独出来看电影 眼下相亲的对象 也会私下接触相处一段时间 但成功率很高 顾金月听明白了童话的意 心中暴露 不甘 极度 不知不觉气红了眼 童话关上了车门 谢大哥 开车吧 顾金月喉肩梗塞 心中大痛 冲着离开的汽车脱口而出 童话 你忘了顾太和顾美美了吗 童话脸色巨变 脑子顿时一片空白 顾太 顾美美 童话抓住了身边的程小雨的手 你刚刚有没有听到顾金月说了什么 他 他好像问你还记得不记得顾美美和顾太 童话脑子嗡嗡的响 顾金月重生了 童姐 你没事吧 谢宋年从后视镜中看过去 关心道 怎么了 要我开回去吗 不用 我就是有些累了 休息一会就好 童话说完 脑子不停地转动起来 寻找着顾金月也重生了的蛛丝马迹 而留在原地的顾金月人也傻了 顾太和顾美美又是谁 金月 顾太和顾美美是谁 我怎么没听你说起过 难道是顾家什么亲戚 顾金月只介绍过给童话 没有介绍过给他 童春树也有些好奇 这两人他也没听顾金月提起过 顾金月脑子里一阵晕血 脑子里浮起一些模糊的画面 却偏偏看不清楚 顾太和顾美美 他也不认识 他刚刚为什么会对童话说出这种话来 你没事吧 顾金月甩了甩头 我没事 那我们去吃饭吧 好不容易来一趟县城 总不能看一场电影就回去吧 我也等了 顾金月没有反对 就是默认 三人去国营饭店吃饭 谢宋年将童话他们送回了红牛大队 另一边的谢婉玉根本就没找到顾思 顾思的院子上了锁 人根本不在家 谢婉玉都快气死了 他是去找他侄子了 还是去找童话了 国营饭店里 顾金月本打算叫三份面条 但孔力雪说道 大过年的 吃好一点吧 我来请客 红春树眼里一亮 还是雪儿大方 不像某某人小气的步行 夸了雪儿 还踩了顾金月一脚 你一个吃白食的 有资格说这个话吗 红春树闭嘴不言了 孔力雪叫了一份锅豹肉 一份红烧鱼 一盘醋溜白菜 菜的份量很足 足够他们三人吃了 喝酒嘛 你们不用顾及我 你们喝你们的 我吃我的饭 若是在知青点 顾金月还会怀疑 孔力雪是在耍什么心机 毕竟孔力雪也不是没有做过 现在他们在县城 在国营饭店 顾金月也没什么好多想 喝 童春树也不想输给顾金月 我也喝 孔力雪眼中划过一道笑意 喝是可以喝 但不要喝的太多 我一个人可照顾不了 你们两个人 我酒量好 喝一瓶也不会醉 顾金月吃笑一声 童春树心里恼火 认为他是故意在雪儿面前 不给他面子 他年纪小酒量可不小 待会好好给他一个教训 喝得他喊爹 痛快的喝 喝完了 我去问问他 谢宋年哪点比我强 童春树无语 人家谢宋年好像每点都比顾金月强 童话若是真能跟人家好 他觉得也行 到时候他就能有一个 开着吉普车的军官姐 想想也挺威风的 你怎么不说话 你要是再加一盘花生米 我就说 顾金月直接让孔力雪去加了一盘花生 童春树狠手心用的说道 你没听说进朱者赤进末者黑吗 你是我的朋友 肯定是要比谢宋年优秀几份的 顾金月一阵无语 这说的他都没自信 你说一说 我哪一点比他优秀 是小猫还是才华 顾金月闷了一口酒 脸上已经上色了 童春树也和他差不多 一个两个的脸上都成了猴子屁股 都比他优秀 我同春树的朋友怎么可能不优秀 顾金月听着不对劲 是他想听的话 但是怎么都不对味 我比他优秀在哪 你比他年轻 他三十岁了 都还没娶上媳妇 老光棍一条 哪能比得上你 顾金月就着他的话下酒 被童话打击回去的自信 又回来了 要不是他爸是师长 他能是营长 我大哥比他小不了几岁 才是排长 顾金月蒙点头 说的对 没错 我和他就不一样 我从来不靠家里 我在厂工会 还是一个小干事 就是 咱们都是靠自己 我们要是都像他一样靠家里 我们也是一顶一的出息 很厉血无语 真是一个敢吹 一个敢信 顾金月从未像今天这样 看童春树这么顺眼 你比你二哥会说话 我相信你 一顿饭后都快两点了 他们若是这个时间赶回去 还是来得及的 但孔蜜雪又怎么会错过这次机会 孔蜜雪花了重金请人帮忙 把顾金月和童春树送到招待所 开了两间房 顾金月嘴里说了很多话 不光听到了童话的名 还再次听到了顾太和什么美美的 再仔细听了听 孔蜜雪的脸色逐渐变了变 眼中神色阴毒起来 顾金月说什么顾太和美美 是他和童话的儿子 这点孔蜜雪肯定是不相信 童话怎么可能在他的眼皮子里 给顾金月生孩子 还一生就是两个 这一次顾金月醒过来的时候 再没有第一次的好夜 直接被孔蜜雪 还有被褥上几滴鲜血刺激的 直接昏死了过去 孔蜜雪还没来得及发挥 等顾金月再次醒过来 孔蜜雪不再污脸 孔蜜雪提着午饭回来 看到顾金月醒过来了 脸上红云溺步 你起来了 顾金月心里恨意在翻滚中 呼吸都开始急促起来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一个女人 你还要不要脸 我告诉你孔蜜雪 都是你自愿的 我不会对你负责 我不会要你的 顾金月怎么也没想到 她居然保不住自己的针操 孔蜜雪煞白的脸就这么看着她 泪水不停地在脸上滚落 我没有 顾金月已经把她当成了 这辈子最恨的人 她已经不止一次做这种事 孔蜜雪 你是我见过的最下贱的女人 上级 顾金月喝醉被孔蜜雪得逞 是 以前我是做过一些事情 让你瞧不起我 但你扪心自问 昨天 昨天的是怪我吗 是谁买的酒 是谁一个劲的要喝酒 孔蜜雪赤红着一双眼睛 愤怒地朝着她吼 昨天晚上你口口声声喊我童话 把我当成了她 你以为我就没有羞耻心吗 你以为我愿意吗 孔蜜雪哭得伤心绝望 泪水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不停地往下掉 顾金月对她的话她无法反驳 断断续续的记忆里 确实是她非要和童春树一起喝 孔蜜雪也确实阻止了他们 但是没有阻止住 你为什么不让我和童春树一起住 童春树喝多了就睡觉 而你喝多了就往外跑 要去找童话 我能怎么办 让你一个人喝醉酒 跑出去冻死在外面吗 顾金月心中极怒悔恨 种种强烈的情绪 让她的身体更为难受 你以为我没有拒绝吗 你以为我愿意吗 我在喜欢你 我也有羞耻心 你喊着别的女人的名字 你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 孔蜜雪忽然像个疯子一样 冲到顾金月跟前 狠狠地给她一耳光 她不管不顾地对着她拳打脚踢 你疯了吗 孔蜜雪愤怒又伤心 难受又痛苦 是 我是疯了 被你这混蛋逼疯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喜欢你有错吗 我爱你有错吗 孔蜜雪哭得生死历竭 顾金月心里越发复杂 她不知道该怪谁 她也不知道面对这样的孔蜜雪 她该做何回应 另一个房间的童春树 抱着带血的被褥 她半天没回过神 有些难以置信 她虽然心里有血 但也从未想过现在发生什么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童春树有些无措 也有些窃喜 正在童春树拼命地想着 怎么让顾金月和雪儿离婚时 隔壁墓里传来的争执的声音 童春树脸色一变 难道顾金月发现什么了 犹豫再三 童春树觉得自己是个男人 如果顾金月真的知道 她和雪儿发生什么 她得承担责任 顾金月 你有什么事 童春树鼓足了勇气想说出来 被孔蜜雪打断了她的话 这是和你无关 是我们夫妻自己的事 童春树有些错愕 难道不是顾金月发现 他们昨晚的事了 可是 孔蜜雪目光深深地看着她 摇了摇头 没有什么可是 童春树明白了 顾金月并不知道 昨晚发生了什么 先回去吧 孔蜜雪面上带着伤心和难过 很是失望的样子 回去后 孔蜜雪找了一个机会 单独和童春树说话 昨晚的事 你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童春树急了 一把拉住她的手 那怎么行 什么都发生了 怎么还能当做 什么都没发生 我也不是那种 做了不负责的人 你要怎么负责 我是顾金月的妻子 童春树急切地说道 顾金月又不喜欢你 她还喜欢童话 我把他们撮合起来不就行了 她 她也不一定会怪我们 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这不是意外吗 孔蜜雪心中恼怒 暗暗咬牙 如果是你 你能容忍这种事 如果她不理解呢 你和我去下农场 还有你别忘了 当初就因为童话 和顾金月的婚事 导致你爸当不上副厂长 现在再出你这种事 你爸会被顾金月 他爸整嘎的 童春树神色犹豫起来 他说的话还是有道理 那那怎么办 孔蜜雪这才说出来 他以为昨天晚上 圆房的是我和他 实际上 昨天晚上不管是顾金月 还是童春树 他们三人什么都没有发生 顾金月醉得跟死狗一样 不管他怎么倒腾 他都没有任何反应 至于童春树 他本来就看不上 但现在童春树 对他时冷时热的态度 又让他耿耿于怀 所以才故意耍了一招 让童春树以为 他们生米煮成了熟饭 实际上 那些血都是他割破了 自己手臂流的血 你要是不想害我 不想害了你自己和家里人 就把昨天夜里的事都忘了吧 孔蜜雪走了之后 童春树又愣了半天 最终还是决定 按照孔蜜雪的想法去做 他现在还没办法保护他 更没办法和顾金月他爸对抗 只是 他也不能什么都不做 童话昨天夜里 也是辗转反侧 回忆着重生后顾金月的言行 确认顾金月应该没有重生 否则早就和孔蜜雪 亲亲我我 哪里会被他坑到乡下来 吃苦遭罪 但顾金月为什么会知道 顾太和顾眠呢 京都 正月里拜年 谁家也不例外 王芳夫妻带着 童春雷兄弟来到 王归人的家里 饭桌上 王芳对一直不说话的 图雅丽 不满地说道 我们来了到现在 你一直拉长了脸 什么意思 什么人来 我就给什么脸 如果你猜到了什么 也不要怀疑 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图雅丽也不客气 图雅丽 你什么意思 我带着孩子来给你拜年 我们还来挫牢不成 归人 你就看着他这么欺负你姐 给脸子给你大外甥看 姐 雅丽性格一直就是这样 你那么说不是为难他吗 春雷几年不回来 一回要我就带着他来 给你们拜年 难道春雷还没资格的 他一个好脸子 他要把之前在图雅丽 跟前受到的屈辱还回去 他可是有儿子撑腰的 行 你看我不顺眼 我就不坐在爱你们一眼了 图雅丽回了房间 王芳愤愤地拍桌 真是反了他了 童春雷叹气 妈 你真是误会舅妈了 舅妈就是这个性格 不是不欢迎我 童春雷了解他妈 方才他要是当着舅妈的面这么说 他妈会更生气 所以刚刚才没有说话 这么个恼人的性格 还不是你舅舅惯出来的 要是你舅舅给他一天三顿打 看他还是不是这个性格 王芳特意拔高了声音 故意说给屋里的图雅丽听 好了 吃饭吧 屋里的图雅丽听着门外的动静 将抽屉里的药瓶拿了出来 他这些年吃的药 被陆续换成了一些抗宁的药片 这些要长期下来 极容易在刺激之下又发脑溢血 他没有再抱着侥幸 他家出事肯定是和王归人有关 王归人留着他 跟屠家剩下的财产有关 屠雅丽因为王归人 对王芳一家人多有忍让 无论王归人怎么补贴同家 他都没有说过任何话 直到有一次 他回来的时候 在门外听到王芳劝王归人 在外面找一个小 把孩子偷偷生下来 王芳说得很动听 说什么他是王归人亲姐姐 一心都是为了他好 不会因为一点钱财 就希望弟弟绝了子嗣 王归人当时也很感动吧 如果他没有孩子 他的东西都会留给他姐的孩子 他姐却没有心动 把姐弟之情看得比钱财更重要 王归人相信了 屠雅丽没有相信 旁观者清 他顿怀疑王芳是在试探 王归人外面有没有孩子 一旦王归人的答案 和王芳想的不一样 屠雅丽可不认为 王芳能眼睁睁地 看着主叔的鸭子飞 房外 桌上都已经吃完了 屠雅丽还没有出去 哪有一个女人的样子 你到底娶她回来是干什么的 不能生孩子 连家里活都不做 他最近身体不好 你们就各自退一步 不要吵了 怎么退 我还不够退吗 我连最宝贝的女儿都给他了 他还想怎么样 王归人对他大姐的脾气 实在有些头痛 我回头会跟他说一说的 说什么说 他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反悔了 我不把童话过激给你了 他这负态度 我女儿过激过来 岂不是要受他的欺负 那可是我唯一的女儿 我可舍不得他一个养母欺负 王归人面色冷淡下来 皱眉看着他 这才知道他大过年 无理取闹的原因 姐 老师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想把童话过激给我 童大来听到这一句 也看了过去 他也好奇 一个女儿而已 反正要嫁出去的 过激出去也没什么区别吧 王芳心里暗暗催了一声 还不是因为童话这宝贝 不是我亲生的 他面上带着伤心难过 当然是因为我儿子有三个 女儿只有一个了 我舍不得 过激的事情已经说定 我会找机会 让童话回城把这件事办 王归人深深地看着他 直接定下来了 王芳没想到适得其反了 有些急了 童大来拉住他 没看小舅子生气了吗 真是的 晚间童家一家也没走 住在了王家 王芳看着神态 显示优雅的图雅丽 心里极度又恼火 不能生孩子的女人 再漂亮又有什么用 雅丽 虽说你要过激童话 但归人到底 还是要有一个儿子 传承家业的 童话是个姑娘 迟早都要嫁出去 你过激他可是屁用都没有 图雅丽看着一屋子安静的人 神色平淡地问 你有什么想法 你再白送我一个儿子 买一送一 王芳听着对方的话 把他儿子当作白送的便宜货了 真想一巴掌山嘎图雅丽 我可是你亲姐 你为了你媳妇就这么对我 街上集 王芳一家逛亲戚 你有什么想法 你再白送我一个儿子 买一送一 王芳听着对方的话 真想一巴掌山嘎图雅丽 我可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三个儿子也不多 虽然比你是强了一点 我希望贵人能在外面有个孩子 到时候抱到你的身边来 就当作是你生的孩子 王芳也是女人 知道怎么做才能刺激到一个女 图雅丽和她弟弟感情置身 她肯定受不了这种做法 不要胡说 我可没有胡说 你可是我们王家最有出息的一个 要是你没有后代 段子绝孙 我以后怎么面对爹娘 不要再说了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这怎么能一样 男人还得有自己的血脉才行 地脉 你说呢 王芳不怀好意地看着图雅丽 你不要听我姐胡说八道 我要是早想孩子 早就生了 何必等到现在 同家几个小辈已经默默回房了 这个话题他们不适合参与 同大来觉得王芳今天是故意戳图雅丽的废管子 图雅丽最在乎的不就是王归人吗 王芳居然建议让王归人去外面有孩子 弟妹 我可不是为了和你作对 我是真的为了你们好 谁家的孩子 都不如自己养大的孩子亲 她弟弟不是说图雅丽最近身体不好 最好能气死这个贱女人 图雅丽没有如她想象的暴跳如雷 淡默地看着王芳仿佛在看跳梁小丑 眼中的前台词仿佛是 你算老几管我家的事 王芳跳脚道 贵人你今天给我一个准话 你到底要不要生一个自己的孩子 王归人沉着脸说道 姐你不要再插手我和雅丽的事 我不插手能行吗 我再不插手 我们老王家都要断子绝孙了 王归人和王芳起了争执 图雅丽打断他们的话 我可以同意让他外面有孩子 王归人先反应了过来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王芳提起这件事是要给图雅丽难堪 给她一个下马威 可不是真的让她弟弟在外生孩子 真要生了 她家孩子还继承什么 王芳很快又冷静下来 图雅丽一向是个不聪明的 眼下不过在虚张声势 觉得她弟弟不会答应才同意下来 这可是你说的 那你先和我弟弟办了离婚 不然你要心怀极度 故意拿着这事去举报 我弟弟生活作风问题怎么办 图雅丽神色迟疑 她看得出王芳在虚张声势 但如果真的能离婚呢 王归人本性理智冷静 心头的玉气和怒火却不受控制 图雅丽居然真的在考虑和她离婚 看来她是信了王芳之前说的话 最近图雅丽哈欠连天 有失睡头痛和短暂性视力障碍的情况出现 这种情况下 若是刺激过度就会脑溢血 抢救都来不及 她算计好了一切 却算漏了图雅丽的反应 只要她同意 我不反对 图雅丽的回答没有出王芳的预料 却出了王归人的预料 她不相信图雅丽对他们离婚的事会这么淡 我不同意 王归人深深的看了一眼图雅丽 转身回了房间 房门摔得震耳欲聋 图雅丽望着她气呼呼的进了屋 冷冷的一笑 你就仗着我弟弟对你情深意重 你要是个感恋的 你就应该主动张我这些 图雅丽不想听王芳的废话 离开了这个让她厌恶恶心的家 这大晚上的你去呢 你一个女人要不要脸了 晚上还出门不着家 图雅丽到了门口 又忽然回来了 对着王芳的脸狠狠地扇了两耳光 王芳气得炸了毛 抬手就要打回去 图雅丽抓住了王芳的手腕 狠狠地摔了下去 你敢动我一个手指头 我回头就让佟大来多交几个朋友 你不是说你三个儿子不算多 我让你多几个儿子交吗 佟大来猛地抬头 还有这好事 丧良心了 丧良心了 王归人 你快出来听听你女人在说什么东西 她欺我如我 没拿你当回事啊 王归人不得不从房间里出来 看到闹成一团的妻子和大姐 你们就非要今天到吧 归人 你今天要是不打她 不给她一个教训 不给我一个交代 你就不是我弟 我以后也不是你姐姐 图雅丽眼中略过一抹凌厉之色 王归人 你姐要是不跟我道歉 我就和你离婚 咱们这日子也不用过下去了 你去找别人 生不少孩子都行了 王芳听得气血一阵阵地往脑子涌 是她被图雅丽打了 还让她给图雅丽道歉 归人 你给我打她 打嘎这贱人 图雅丽勾纯冷笑 她敢动我一根手指头 除非她夜里不睡觉 否则总有一天我会用绳子勒嘎她 王归人瞳孔微微一缩 目光沉沉地看着图雅丽 我对你的家人已经够有容忍度了 除了没有给你们老王家生一个孩子 我在其他方面可没有对不起你王归人 我不止一次跟你提过离婚 是你不同意 可不是我图雅丽纠缠你 你断了我们王家的根就是比天大的错 我弟弟对你情深义重 为了你连孩子也不要 为了你忍受着别人背后的嘲笑 你为了他做了什么 你除了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嘲讽 没有儿子 你又做了什么 童大来试图劝道 贤方 他们 你给我闭嘴 这是我们王家的事 和你有什么关系 童大来脸色冷了下来 这是他们自己的事 和你有什么关系 他是我亲弟弟 怎么和我没有关系 你是他姐 又不是他吗 王芳气不过上去扑打童大来 他笃定童大来当着他弟弟的面 不敢对他动手 童大来也确实不敢还手 但心里对王芳多了很多怨气和恼恨 王贵人黑着脸 你们夫妻要打架吵架 回你们自己家去打 去吵 童大来将王芳拉着去了房里 客厅里只剩下王贵人和图雅丽 雅丽 对不起 是我让你受委屈了 我明天就让他们回去 我也会让他跟你道歉 希望你说到做到 王贵人见他还是要走 你去哪 明天我回来的时候 希望能听到他跟我道歉 否则你就别怪我跟你闹 图雅丽越是生气 越是计较 对王贵人来说 他知道真相的可能性就越低 这么晚了 我不放心你出去 得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外面有个房子 图雅丽头也没回的离开了 被童大来拉到房里的王芳 气得一口咬住了童大来的手背 童大来疼得到抽一口气 抓住王芳的头发 很快就制服了他 王芳被按住了脑袋 却没有被按住嘴巴 老大 老二 你们过来 你爸快把我打嘎了 童春雷兄弟急忙从房里出去 想去看看他们爸妈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回房去 大人的事情 你们不要插手 两兄弟心想舅舅不会不管他妈 就回房间了 王贵人进了房间 王芳进来的是小舅子 不得不松开了手 王芳见有人撑腰了 指控道 他当着你的面就敢打我 王贵来的一个眼神 就让他停住了嘴 等他明天回来 你去跟他道歉 直到他原谅你为止 王芳气得眼前有些魔 整个人都要爆炸的感觉 你让我跟他道歉 他刚刚打了我两巴掌 还说要给姐夫送几个 让我多几个儿子 不是你先去挑衅他 让人给我生孩子 他会那么对你吗 王芳又委屈又生气 我可是你亲姐 你为了你媳妇就这么对我 如果你不 我跟他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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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贵人会前的是败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关心她的钱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芳愣愣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童话都给她收拾得好好的 准备得妥妥的 半点不需要童春景操心 而现在她过两天就要下乡去了 她妈都没开始给她准备回乡的东西 连提都没有提 其他人也是一样 好像一点不在乎她是不是要去乡下 而她记忆里 上次她回家 童话围着她转 不时地嘱咐她一些事 鞋子晚上的时候 拿到火炉旁边烤烤 鞋垫我又给你做了几双 你喜欢的苏打饼干 我给你放包里了 干海带和虾米 我找人换了一些 你回去后还能当个菜 不用老是吃白菜萝卜 童春景想到小妹 想到现在小妹和她的关系 神色不由的有些惆怅起 童春雷过来 看到童春景神色有 以为她是因为不能留在城里 心里不舒坦 放心吧 只要你想回来 爸会找到机会让你回来的 童春景没有解释 反而说道 大哥 你回来后 有给童话打电话吗 还没有 我不是听你说过 你打电话给老四了 当时童话不在 大哥 小妹挺好的 童春雷诧异的看着她 怎么忽然说起这个了 流感而发 看来你在乡辖和她相处的很好 童春景心里有些苦涩 不 他们在乡辖相处的一点都不好 有一件事 舅妈不是让你去问雪儿 把那两百块钱 要回来给童话吗 童春景点头 当时舅妈是这么说的 这钱既然是舅舅出的 舅妈有权利想给谁就给谁 童春雷把两百块钱拿了出来 这是两百块钱 你就当是雪儿还回来的 童春景脸上露出了几分 猝不及防的惊讶之色 大哥 你为什么要替孔蜜雪 逃这两百块钱 她到底也是和我们一起长大的朋友 总不能就因为这一件事 就把过去这些年的交情都断干净 只是因为这些 不然还因为什么 童春景带着试探的语气 我还以为你也喜欢她 童春雷面色微微有些变化 叮 虽然孔蜜雪已经结婚了 但童春景还是不想有任何可能 她不希望大哥对孔蜜雪真有什么心 我之前就是因为跟她表白失败 所以才选择了下乡 童话让老四下乡 也是因为老四也喜欢孔蜜雪 我们同家三个兄弟姐妹下乡当知青 都间接或直接的跟孔蜜雪有关系 如果大哥在乎他们这两个 他就不可能再会对孔蜜雪有什么心 童春雷谋色深沉起来 这钱我是不会给孔蜜雪的 你能给他花这么多钱 也不介意这些钱 花在你的亲弟弟亲妹妹身上吧 孔蜜雪的是你也不用担心 他已经结婚了 其债服长 童春景不客气的把钱都收了钱 童春雷一阵无语 他还真没理由说不给 在童春景回乡下的头天晚上 王芳来找他了 像审问犯人似的问道 老二你跟我说句老实话 你是不是真的已经不喜欢雪儿了 童春景很肯定的给他一个答案 真的 王芳还是有些狐疑 但他现在也没办法 在马眼里 雪儿跟我的女儿没有两样 不管是你还是老四 我都不准你们对雪儿有超出兄妹 或者姐弟的感情存在 童春景对于这点不在意 又不是一个妈生的 王芳反复的嘱咐他 你在乡下一定要看好你的弟弟妹妹 不要让童话去纠缠过金月 破坏他们小夫妻的感情 还有老四 你好好跟他做做思想工作 必须把他对雪儿的歪心思给我遏制住 童春景答应了下来 王芳脸上又露出几分忍耐之色 你回去后哄着一点妹妹 也不知道这个宝贝 到底哪里讨了图雅丽的心 让图雅丽非要过激她不可 王芳说了许多 童春景听了许多 但到最后 王芳也没有关心 童春景的行李收拾好了没有 也没有替给童春景收拾什么东西 带到乡下去 王芳离开后 童春景轻轻地长叹了一口气 以前不管是电话里头 还是信领 童话总是告诉他 他不在家的时候 爸爸妈妈有多么想他 他和弟弟有多么想他 他探亲回家的时候 他屋里早就被收拾好 童话在家的时候 家里的饭桌上一半都是他喜欢的口 每次他出门前穿的鞋子 都有人给他刷得干干净净净 这些以前他是真的没有放在盐 因为他以为都是他妈在准备 但这次回来后的待遇 前后一对比 他还有什么不明白 童话童话 你想不到吧 你的弟弟在我面前就像一条狗一样 任我呼之急来挥之急去 街上急 在童春景回乡下去的时候 纺织厂的副厂长出事了 被四项委员会的人给抓了 纺织厂里人心惶惶起来 唯有童大来例外 比很多人都镇定平静 顾夫脸色沉沉地坐在办公室里 很快 顾夫的人进了办公室 打听出来了 跟他有关 应该是有那么些关系 王归人真的是替他出头 这些年王归人虽然名声赫赫 但还真没帮童大来出过几次头 童大来的女儿要过继给王归人了 顾夫愣了一下 童话 其主任点头 童大来不就童话一个女儿 除了童话没有别人 王归人不是没有儿子 他过继童话干什么 其主任也觉得理解不了 要过继也应该过继一个儿子 才能传宗接代吧 童大来的意思是 王归人的老婆喜欢童话 非要过继他 顾夫面色微妙 若是童话之前就过继给王归人 他肯定是不会答应退婚这件事 童大来喝多了 还透露说是王归人他老婆 扬言要给童话出气 找你们家麻烦 顾夫瞳孔猛的一锁 脸色都变了 顾厂长 王归人这个人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已是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寒冬骂月的天气 顾夫的背后隐隐地渗出冷汗出来 顾夫色力内人的冷笑 顾家也不是好欺负的 其主任心里叹气 王归人低调了两年 怕是不少人都忘了前些年他的手段 只怕真要对上 顾家必然伤惊动 其主任一离开 顾夫立即就回了一趟老宅 顾老爷子没想到当初的婚事 还留下了这么一个祸事 若是你弟弟还在京都 倒是能出手帮你压压王归人 联系顾思吧 顾老爷子叹气道 还是你弟弟有先见之明 先把金月弄到乡下去了 顾夫现在是服气了 但打电话给顾思 并没有联系到人 他承听四处跑什么 你弟弟是个干食似的 你以为都跟你一样 顾夫心里是很不服气 他也不差 副厂长不是空出来了吗 就让佟大来顶上去 对于要跟佟大来低头 顾夫脸色很抗拒 一万个不愿意 他可是纺织厂厂长 现在他要因为王归人 给佟大来低头 再把佟大来捧到 副厂长的位置上去 想想都是造念 厂里又不是我的一言堂 我说让谁顶上 就让谁顶上 顾老爷子看穿了他的心思 谁让你养了一个 不成器的儿子 从老宅回去 一肚子欲气的顾夫 打了一个电话给顾晶月 在电话里 顾晶月被他骂得狗血淋头 爸 你在别处受得气 也别罚在我身上 顾晶月被骂得莫名其妙 也有些火大 我又不在京都 跟我有什么关系 顾夫听他还敢顶嘴 跟你没关系 你不跟人家不清不楚 人家舅舅能替他出头 找你爹麻烦来了 我看你就是癞蛤蟆取青吗 长得丑丸的话 我看你眼镜就是瞎了 摆在你脸上的 就是两个窟窿眼 顾夫对着顾晶月一顿臭骂 勉强把心里的火气发泄出去 顾晶月人生第一次 被他爸骂的猪狗不如 挂电话的时候 他把骂人的声音 还在他耳朵里回放 回到知青点 顾晶月神色不好 而自从上次从县城回来后 孔蜜雪就没有理睬顾晶月 并没有像顾晶月想的那样 觉得他们发生了关系 就是正儿八经的夫妻了 顾晶月回来之前 彭春树正在给孔蜜雪烤红薯吃 顾晶月回来 两人头都没抬 也依然有说有笑 孔蜜雪眼角余光 暗自观察着顾晶月的反应 这些天 孔蜜雪故意一改往常 年糊顾晶月的姿态 故意不搭理顾晶月 而是和彭春树越走越近 有时候还会避开顾晶月 就好像对她失望透了 不再抱有希望 这两天她的算计已经颇有成效 男人对已经是她的女人 都会有一种独占 顾晶月也不会例外 我和四哥多烤了一个红薯 你要吃吗 孔蜜雪淡淡的喊了一声 没接电话之前的顾晶月 还真是会如孔蜜雪所想的那样 可现在的顾晶月 满脑子的癞蛤蟆和草包 孔蜜雪一开口 就让顾晶月想到了她爸的那句 癞蛤蟆取青吗 长得丑丸的花 顾晶月脸色更难看了 转身又出去了 根本就没有理睬 孔蜜雪说的什么话 孔蜜雪气得咬牙 明明她感觉顾晶月 已经没那么排斥她了 而刚刚顾晶月 看她的眼神分明 就是厌恶和嫌弃 顾晶月出去后 想去找童话 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她舅舅怎么会去找她爸的麻烦 跟在后面的孔蜜雪 看到这一幕 心中恨意像是潮水一般诺丁涌 又是童话 童话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讲 童春树跟在她身后 语气轻松地说道 看来顾晶月还是喜欢童话 孔蜜雪听完脸色都扭曲了 她到底会不会说人话 她以后肯定会愿意和你离婚 到时候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孔蜜雪一口血吞进了肚子里 你就这么看着他们欺负我 童春树没反应过来 谁欺负你了 她勾引我丈夫 不是欺负我吗 我和她明明是夫妻 她却从来不尊重我 这不是欺负我吗 童春树知道该怎么做 我帮你报仇 他们欺负你就是欺负我 孔蜜雪心里涌出隐秘的快点 童话童话 你想不到吧 你的弟弟在我面前就像一条狗一样 任我不知己来挥知己去 童春树说帮孔蜜雪报仇 也说到做到 她跟着顾金月的方向追过去 然后抓起一大把血捏成雪球 顾金月 看招 童春树一个大雪球过去正中顾金月的面门 童老四 你是不是想死 童春树又一个雪球砸了过去 距离太近 一砸一个准 顾金月捏紧了拳套 冲了过去 童春树一边跑一边捏雪球砸它 还高声喊道 小 快来 我帮你报仇了 孔蜜雪一时间只觉得心肺都要给童老四气炸 雪儿你快过来 我们一起干它 童春树还在扎唬 孔蜜雪双眸怒火翻涌 一句话都挤不出来了 转身就走 顾金月只以为他们是在恶作剧 气得他一个猛鼓扑石 将得瑟的童春树扑倒在雪地上 还报仇吗 还得瑟吗 两人雪地里滚了起来 一直滚到了童春景跟前 童春景一言难尽地看着两个家起来都四五十岁的人 你们在干什么 打架 打雪仗 顾金月从童老四身上爬了起来 他送上门找打 顾金月对童春景不能回城的事是知道的 其中他爸还出了不小的力 所以对童春景 他原有几分歉意 但他舅舅因为给童话出头 又去找他办麻烦 童春树不知道这回事 仰望着他二哥 傻眼了 岸哥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若再敢对孔蜜雪有什么不轨的心思 就别怪我替他打断你的腿了 接上集 童春景回城失败 岸哥 你怎么又回来了 回去再说 孔蜜雪看到童春景又回来了 神色有些古怪 他也以为童春景是不会回 现在他担心没脑子的童老四 会把他们之间的事告诉童老二 二哥 欢迎回来 孔蜜雪伸出手去要帮他搬行李 童春景避开了 我自己来 回到屋里 蜜雪 有一件事我需要问清楚 孔蜜雪心中咯噔一下 下意识看向了童春树 难道这个蠢货已经把事情告诉童老二了 你看老四干什么 童春景狐疑地看着他们 孔蜜雪一听就知道刚刚是他想多了 二哥 你想问我什么 我就就给你汇了两百块钱吧 孔蜜雪垂在身侧的手 死死握成了拳后 真是没完没了了 王归人是他们舅舅 又不是他们的爹 他给他汇款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这么说 你不用再骗我 这件事我舅舅舅妈 还有我全家都知道了 孔蜜雪顿时就想一巴掌扇死他 肯定是他回去多嘴多舌 我舅妈让你把两百块钱还回来 其他的既往不救 这钱是王叔叔给我的 童春景话里带着几分不屑和轻视 舅舅之前是给我们几个的 孔蜜雪哪里来的脸 说这钱是给他用的 你要是缺钱可以问我要 做出这种事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 不是 这钱就是王叔叔给我用的 孔蜜雪憋屈的厉害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他有外甥和外甥女在这 他为什么要汇款给你用 王叔叔一直就拿我当自家小辈 他给我钱花又怎么了 我舅舅可没有说 这笔钱是会给你用的 孔蜜雪愤怒羞脑憋屈 等种种情绪 在这一瞬间淹没了他 他知道王归人对他不一样 但其他人不知道 他也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把钱拿出来 孔蜜雪心里的恨意 像野草一样滋生起来 我都花完了 他就不信 他们还会报案抓他不成 红春景没有猜到 他会是这样的反应 但他猜到他拿不出来 金月 他是你妻子 妻债夫长 故金月一阵无语 红春树也跟着无语 还好他们现在没有离婚 还有个一起还钱的 二哥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不相信王叔叔会问我要这笔钱 是你因为我之前不肯借钱给你 你才来羞辱我的 我舅舅确实没有说让你还钱 但我舅妈让你还钱 这笔钱舅妈要给童话 孔蜜雪极度的要死 从他这儿要回去给童话 他一分钱都不会给的话 这钱是王叔叔给的 跟他又没有关系 他说的话不算 红春景觉得他太强词夺理 舅妈和舅舅是一家人 舅妈说的话怎么就不算 顾金月忍下熊熊怒 钱我来还 不管怎么样 孔蜜雪现在还顶着他妻子的名 孔蜜雪有些意外 又有些感动 金月 真的是王叔叔给我的 我没有骗你们 顾金月听不进去他的话 我现在身上没有这么多钱 等我让家里人汇过来 童春景点头 童家兄弟出去说话 孔蜜雪看了一眼顾金月 心里对他替他还钱的举动十分得意 若是没有现成那一出 顾金月今天肯定不会管他 男人对自己的女人肯定不一样 顾金月却告诉他 这两百块钱 就当时现成那一晚上的补偿 以后你我互不相见 孔蜜雪的脑子一片空白 反应过来后脸色涨红了 他说什么 补偿 互不相欠 顾金月 你怎么能这么残忍 你把我孔蜜雪当什么了 顾金月目光清明又冷漠 赖蛤蟆 孔蜜雪难以置信 声音从牙缝中艰难挤出来 你说我是赖蛤蟆 顾金月没有反驳 让孔蜜雪下台阶的理由都没有 顾金月 你王八蛋 我是赖蛤蟆 你以为你又是什么东西 你以为你是天鹅肉吗 顾金月望着孔蜜雪羞愤欲绝的脸 我就算也是赖蛤蟆 也绝不想要一个母赖蛤蟆 孔蜜雪恨意弥漫的眼神盯着顾金月 顾金月这个畜生 她居然敢如此羞辱她 在孔蜜雪昏倒之前 顾金月先一步离开了屋子 外面童春景正在询问童春树她回程这些天 她有没有惹什么事出来 童春树心里一沉 喉咙也发紧的说不出话来 她和雪儿的事不能说吧 你离开也没多久 能发生什么事 童春景没有多想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吃青点这么多知青 也不是童春树能隐瞒得住的 妈已经知道你喜欢孔蜜雪的事了 童春树有些紧张起来 以后雪儿和顾金月离婚 她还要带雪儿回家的 她妈那么喜欢雪儿 应该不会介意雪儿结过婚的身份吧 妈怎么说 妈是把孔蜜雪当亲生女儿看待的 你自己想想吧 童春树心里高兴 这说明她妈肯定不会介意雪儿二婚的身份 童春景见她一脸高兴的样子 很是无语 你喜欢孔蜜雪 在那眼里就是姐弟不冷 童春树果然是没听明白 听明白之后笑不出来了 妈怎么能这样 我和她又不是亲姐弟 妈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你若再敢对孔蜜雪有什么不轨的心思 就别怪我替她打断你的腿了 汉哥你也喜欢她 那是以前的事 我也和妈保证过 绝对不会再和孔蜜雪牵扯上 童春树心里不服 二哥倒是想牵扯上 那不是没机会吗 她就不一样了 雪儿现在可是她的女 童春树脸上又发烫起来 你听明白了吗 大概可能或许是听明白了 童春景一巴掌抽到她后脑勺上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回屋待着去 童春树见她提着一袋子东西 你去干啥 我去给童话送点东西 童春树伸手想去拿 你干什么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我要的东西 你的在屋里自己拿去 说是这么说 童春树还是惦记童春景手里 童春景踹了她一脚 转身就走 对于童春景从家里盖过来的东西 童话拒绝了 我这什么都不去 这也是爸妈的一片心意 童话还是拒绝 童春景只能说起 舅舅给他们寄了两百块钱 然后又给孔蜜雪偷用掉的事 你愿意过寄给舅舅吗 如果你不愿意 我去求 我愿意 童春景不知为何心里有些狂 舅舅家缺的是儿子 你过去过去 舅舅也不会把你当继承人 我不想当舅舅的继承人 但我想当舅妈的女儿 童春景女色 沉默了一回 神色复杂的问她 你和舅妈私下有联络 童话没有直接回答 舅妈找我说过过季的事 家里不好吗 如果你不愿意过季 我肯定会说服爸妈 童话目光静静地落在童春景的身上 仿佛在说她在家里过得好不好 她真的不知道吗 童春景心里有点难受 明明过季出去 她也是她的妹妹 偏偏看着她的时候 她这心里就忍不住地难受 花花 我错了 以前我太笨了 不知道你 不知道你对我有多好 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 我会好好当你的哥哥 我们能不能 能不能还像以前那样当兄妹 童话摇了摇头 已经太晚了 对他们贴心贴肺的童话 已经死了 上辈子就死了 你回去吧 童话神色淡淡地关上了 童春景的鼻尖酸得要命 眼眶发红 你永远是我妹妹 不管是过季出去 还是没有过季出去 你都是我妹妹